剛才你提到的叫ANGEL INVESTOR 什麼意思? 天使投資者 你解釋給我們聽聽 天使投資者就是第一個投資 第一個投資 就像天使來幫助你 是的 或者那個人老老的 差不多 這個就是 最重要是有心 這個就是 我本書很喜歡看的 CAPITAL 3.0 CAPITAL 3.0 將來用錢就不是現在這樣用 CAPITAL 3.0就是指NGO如何賺錢 因為現在的錢 就是拿去怎樣捐 現在美國開始捐給錢 即是說Bill基那些 全部一半身家捐給人 就去做一些慈善事 但我相信如果將來香港有這個文化 不要捐錢 就是拿些錢 你再去投資 跟捐錢差不多 多數都沒什麼回頭 但是還是做好事 偶爾有機會 你就會賺回 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化 很值得去推廣 這些錢 跟銀行的錢 跟政府的錢 完全不同 因為Angel 你給了錢 你就會幫助 但是政府錢 你給了錢 就害死他 因為政府 給了錢 你審死 只是對付auditor 已經死了 所以Angel Investor 給他關係 給他 引導 以及給他 壓力 在外國 為什麼人們成功 創業這麼多呢? 就是因為 他們不會找父母給錢 父母給錢 父母給錢 就是 家庭和朋友的錢 是不會最成功的 Angel的錢 就會租資 你 不行 你回去再寫 是 你再寫又好一點 又寫又好一點 直接他可以給錢 為什麼人們有這樣的心態去做這些所謂的天使呢? 他應該都是有些錢的人 他自己不是去做生意 他要幫一群新進的人成為成長 這個就是分工 就是 世界上有不同的人 有些人喜歡創意 但是當你創意的曲線跌下來 你就不能創意 但是你有經驗 有經驗 你就去付錢 創意的人 讓他充 過往的人 就是什麼都自己做了 因為這個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中國人是 喜歡一腳踢的 對 有口色的 所以這個也是胸襟 因為是沒有風險的 所以政府有責任 如何令到這個風險減低 令到風險減低 就是美國有這個 納斯特克 是 一投資了 差不多 就上市 容易上市 香港的有 香港就是第二板 第二板就死了死了 所以 應該就是政府想辦法 令到 即是 ANGEL INVESTOR 進來 VC進來 有機會就上市 我想香港培育這班人 是政府要做 還是不如在大學開一些 我猜大學開課程 開一些ANGEL MBA 對 ANGEL MBA 真的有這樣的東西嗎 不知道 又或者在EMBA課程中 可以開一個課程嗎 AMBA 一定有錢才可以讀 值得開一些課程 去幫助一些 我想這個是 香港轉型的一個很重要 我知道現在最多ANGEL 就是在深圳、上海、北京 因為裡面的人多錢 而且他真的會在投資 為什麼呢 因為深圳和上海的創業板 很蓬勃 PE50倍、80倍 你當然是投資 你投資幾間 有間中了你就很好 所以這個氣氛已經在那裡形成 但做ANGEL Investor 真的要學的 因為要不然 你就變成Devil Investor 是嗎 害死他 你害死他 ANGEL Investor 我覺得 我已經交了很多錢 學費 所以 因為你真的要交學費 你慢慢學 所以現在科學院 有一個ANGEL Investor Group 叫做 Hong Kong Hong Kong BAN 就是一群人 其實一群人很好玩 譬如有三十個人 有些人在外面說他們的個案 說完個案就走出去了 我們就好像選美 就在一起說這個可以 這個不行 這些就是互相學習 很開心 這個可以繼續發揚光 大力推廣 是的 當有成功的個案 令到投資了下去 而上市 有示範單位 有十倍、一百倍 就會有人來 去哪一個 revol闆 多少 車 還lara 大拉 Bake tap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